日本水陸機動團 也就是我們的海陸和美軍海陸 一起三期作戰訓練 而太平洋兩期領導人研討會 首度由美軍雙方合辦 邀請十八國陸戰隊司令參加 其中台灣這回也加一 美軍公布會場畫面 雖然沒有拍到我國軍官 但我方共有四人參加 由海軍少將151艦隊長帶隊 或許身份敏感 我方僅身穿西裝 除了在戰略跟作戰層面上的 這種相互交流之外 也可以增加各國的互信 除了具攻擊性質的陸戰隊外 積極參與有國軍事行動 本島守軍也不停增強軍備 我肩車牌持續派遣UAV無人偵察機 去年陸軍模擬敵軍突襲桃園機場 無人UAV首次亮相 不過當時只是用訓練的過渡版本 後續陸軍赤絲7.8億給中科院 採購100架無人機 規格需要符合起重30公斤 航行高度1500公尺等等 但被爆料驗收有瑕疵 摔了9架無人機 國防立委也說確實收到檢舉 也要求軍方和中科院暫緩此案 軍方在這個部分 在最後的驗收階段 仍然應該做這幾件事情 來做最終的確認 那也許可以事實地公布讓民眾能夠了解 而被點名的德標廠商董事長也喊冤 質疑是同業 黑函攻擊 強調驗收過程 一切合法軍用規格 中科院本來就特別嚴格 更不會拿前線官兵生命 開玩笑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